Hello,大家好呀,我是盘盘 近日,经历了两年沉寂的田富珍 终于要在内地音乐节上复出了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此前,田富珍在一些争议时期发表过一些令人不太舒服的言论 被质疑立场是否正确,是否支持统一 当时这件事闹得挺大 虽然只是一些模棱两可的发言 但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田富珍当时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这次天津音乐节上的复出 又让不少网友开始纷纷举报 虽然此前田富珍在采访中多次表示自己的话被歪曲理解了 但她就是不愿意正面明确表态 这次又是顾左右而言她 被质疑是一边暗地里搞小动作 一边还想着两头捞金 那么,凭什么田富珍就能如此拽呢 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点,从天团成员到乐坛天后 田富珍的地位确实很高 田富珍出身平凡 但凭借巧遇成为华语第一女子天团SHE的一员 在那个千禧年乐坛鼎盛的时代 他们和周杰伦、孙燕子、蔡依林等人统治着整个华语乐坛 虽然当时田富珍在组合里并不是最出挑的 但知名度还是打出来了 还出演过热门偶像剧 后来即便SHE很少合体 但田富珍凭借一系列金曲《如小幸运》 你就不要想起我 寂寞寂寞就好 等,也在乐坛独树一帜 最后更是凭借无人知晓获得金曲奖后 被誉为台湾乐坛最后的天后 要知道 在港台终生带天后四大三小之后 能坐视天后宝座的就只有他和邓紫棋两个 连荣祖儿都只能称得上香港天后 这样的地位 一方面让田富珍想法很多 也常有些小动作 但他又不可能完全放弃内地这个市场 所以只能含糊其词地面对这些立场质疑 第二 田富珍的异性缘不错 颜值也能让不少男神为之倾倒 以前,当Heap去英国留学时 好姐妹Ellen和Selena在电台节目上就调侃说 田富珍在国外有周杰伦陪着呢 这可算是掀起了一番八卦 后来周杰伦还参加了SHE的演唱会 在庆功宴上 Ellen爸爸还冷不丁地开玩笑说 你应该认识一下Heap的爸爸 这更是让人觉得两人有些暧昧 此外 田富珍还为周杰伦拍过一些MB 两人之间的互动可谓是相当甜蜜 有人甚至认为 周杰伦的白色风车高潮部分的旋律 有些像是田富珍的名字谐音 虽然最后两人还是未能修成正果 周杰伦后来有了昆灵 再后来 林俊杰也多次公开表白过田富珍 还让Ellen做了牵线 两人还一度在演唱会上上演了一出送豆浆的尴尬戏码 或许是凭借出众的颜值 让不少天王大咖未知倾倒 这也让田富珍觉得 只要自己的行为没有真正被证实 粉丝还是能无条件地包容他 但显然这次 大众对于立场不明的明星已经不太容忍了 要么你就一直保持低调 不要轻易发声 引发正义后再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 大家可不是傻子 第三 田富珍仅凭高中学历就被捧成了文艺女神 人有点飘了 田富珍出生在新竹县 初中毕业后就参加选秀出道了 近年来他营造的文艺女神形象也很成功 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看书的日常 但只有文艺的气质 却没有相应的思想内涵作为底蕴 这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 和许多别的文艺风女歌手一样 田富珍也想学别人的特立独行 比如之前惹争议的安普陈启珍 但学历有限 往往会让他在这条路上走偏 比如之前周扬青曝光罗志祥多人运动的事件时 田富珍竟然莫名其妙地站出来逆风转发 还称周扬青占用了太多网络空间 对小朋友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不少人都说未经他人苦 莫劝人大度 觉得他有点太圣母了 田富珍自己当时倒是及时解释了 大家也就不再太计较 但这次涉及到立场问题 他反而支支吾吾 完全找不到着落 似乎是在此地无赢三百两 第四 田富珍一直给人淡淡的 不争不抢的人设 好像觉得时间会自然大往一切 一方面 他有好姐妹Allen和Selina做后盾 即使和其他女歌手有什么竞争 也可以依靠天团成员的身份另辟蹊径 很难形成恶劣的竞争关系 另一方面 他经常爬山养生 最近这段时间在台湾也很少有工作 好像布兰内地只是随性为之 并不是受到之前言论的影响 本以为互联网上的记忆力都很短 那些捕风捉影的言论既没有实锤 大家早晚也会忘记 但这次回归 不少网友反而盯着他的表态 把他家在了火上 大家都在等着他的正面回应 如果他真的不支持统一 那就希望他别再来内地赚那些违心的钱了 但如果真的是冤枉了他 为了那些喜欢他的粉丝着想 他更应该赶紧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一次 田富珍真正尝到了什么叫祸从口出 也让他体会到了如今的大陆网友早已不同以往 一边暗奉爹娘 一边还要在爹娘身上捞金的这种荒唐事 将来再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吧 by bwd6